肩痛可能是肺部出问题 台湾一名67岁男子经常现肩痛问题 试过多种方法还也无效 求医检后 证实患上肺癌并已扩散 导致长期肩痛 有专指 若出现六种症状 则可能是已属肺癌晚期阶段 和台媒报道 分享病例指 该名67岁男子过去两年 常感到左肩剧痛 即使尽量避免拿重物 试过按推拿 针灸等方法也无效 他到医院照X光检查 结也显示没有异常 同厂家应他多年前曾患肺结 以为因而导致肩痛 故往医院接受电脑断层扫 检查肺部 最终发现 曾患肺结核的左上肺部 有颗约8厘米大的肿瘤 并影响左肩骨 导致肩膊剧痛 依证实 该男子患上肺癌 并已出现转移迹象 根据 港癌症资源中心资料 肺癌早期症状一般较难 现 患者往往在癌症到达中期或晚期时 才发现 行 患上肺癌会出现什么征兆 出现哪六种症状就 表已至晚期 该院主任医生蔡聪聪表示 肺癌转 初期会侵犯临近的淋巴线 类膜及类膜腔 类骨 部位 再转移至远处器官 转移至骨头风险最高 两层患上肺部疾病 有其他因素也会导致肺癌 港医管局指 以下家居或环境因素也会增加患 癌风险 蔡医生以上数个案讲解原因 她指出 曾肺结核或其他肺部慢性疾病的人士 可能会出以下情况 长期咳嗽就是患肺癌症状 耳鼻喉科 生辰亮语曾表示 感冒引发的咳嗽一般在一周内 遇 如果咳嗽时伴随胸口痛 一闷等情况 或咳出 撕血块 甚至咳嗽持续超过三周 仍未好转 就应进 求医 资料来源 相关文章 星岛身 王推出全新项目区区有申诉 并增设我要赞取 目 县城要市民投稿赞扬身边好人好事 共建更 爱社区 立即我要赞取 想递更多精彩内容 请立浏览区区有申诉活动专业 星岛头条APP 经已推出 新版本 请立即更新 浏览更精彩内容 请不吝点赞